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宫观 今天3月3号了 阳光美美的一天 万米无云啊 看这两颗洛神 你们看好奇怪呀 居然状态不一样 这颗的洛神更红一些 然后这颗呢 粉粉嫩嫩的 但是它们都是我夜叉出来 三年多的洛神 这两颗状态真的是 大不一样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状态呢 其实这两种状态我都挺喜欢的 这个颜色更娇艳一些 然后这个颜色呢 稍微含蓄那么一丢丢 都是我喜欢的样子 这一颗是月亮石 最近在不停的包花剑 珠型都没有以前好看了 这颗是那个去年的时候 然后二感买那个冰玉醉化的时候 然后商家送的一颗月亮石 我把它种在这里面 然后就一直没有管过了 长的叶层倒是挺多的 应该没有抱窄窄吧 哎呀 这这这难道真的是在抱窄窄吗 太让我意外了 这里抱一个窄 然后这里也抱了一个窄窄 抱了两个小窄窄出来 其实月亮石我觉得这样的大单头也挺好看的 现在春天到了 很多多肉全都在忙着生娃了 现在也是种植多肉的好时光了 今天我们去移一点叶叉苗吧 今天我想来移这一盘叶叉苗的 阿尔巴家人和金鸿仙子 这个是8月27号定制的 你们看这一盘里面 这一颗承蒙鹿挂掉了 然后这一颗冰玉挂掉了 其他的都生长还挺好的 然后今天呢 我想把阿尔巴家人 这十颗阿尔巴家人给移了 这样秋天的时候 就可以把他们的叶片进行叶叉了 也许到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都可以扒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金鸿仙子 这五颗金鸿仙子 只有这一颗是双头的 其他都是单头的 然后这一颗是不是有点退紧了 小伙伴们看 这个钻石王婚戒好萌吧 小的时候特别萌 钻石王婚戒我觉得 叶叉成功率还挺高 这里有一个小头 有点化水了 应该是化水挂掉了 还有两个头 这两个头能不能好好地长大 靠你了 等会给他浇一点杀菌的药 这个土是前两天配的叶叉苗的土 80%的泥炭 20%的颗粒 我想今天加一点颗粒进去 也不用加太多 因为它们都还小嘛 加一点颗粒进去 让这个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一些 加一点这个次域土 哇这个次域土好多粉末呀 再加一勺这个麦饭食 差不多了 把它打湿 然后搅拌一下 最近的那个风好大呀 这个土特别容易干 昆明的春天太难受了 每天都是大风呼呼呼的刮 刮的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的 昆明一年四季最难过的就是春天了 那天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位小伙伴说 他骑着他的电毛驴去上班 然后那个风把他的帽子都吹跑了 他感觉自己在风中凝乱 他好担心风把他的小毛驴都给刮走了 笑死我了 好我们先来取吧 你们看啊 昨天下午五点五点半左右吧 给他们浇的水 看 这个土壤微潮哦 按你说正常情况下 我今天早上应该还可以给他浇浇水的 我们带的这个圆身图越多越好看 整个土球全部一起带出来 我还把镊子拿来了 看来镊子没啥用 哇这一片 下面垫底的那个红红纱布都给拔出来了 然后再来这个 这个有点推紧了 你好呀 以后你长大的会是鸡娃娃吗 鸡娃娃我也特别喜欢 这个是我们的阿尔巴加人 看 哇 根系长得真好 轻轻的一拔就出来了 这一棵家人太小了 我让他在雪菜盘里面再长一下吧 今天我们要移的就是他们了 颜子还不错 小小的蒙蒙的 好了我们要开始用这个小白方 这个小白方是7厘米的小白方 来点小白药 小粉药 控制肥 我觉得我的土可能多了 把他在下面的土稍微给他弄松一点 这样他可以跟那个盆里面新的土壤更快的融合在一起 看这样就可以了 金红仙子 好好地茁壮地成长 看这都是新的小白方 都没让你们去住那个二手的小白方了 把面给他扑上 好了 你们在慢慢地成长 我也在陪伴着你们成长 加油金红仙子 这次少放一点土了 小白药 小粉药 控制肥 这是我的三件套 小伙伴们还挺会起名字的呢 把这个土稍微给他扒拉一下 这个根可以把它均匀地放在盆的四周 它就长得会更好一些 一股腰风来了 你们刚才看到没有 吹的那个尘土飞扬 这是一颗霜头的金红仙子 颜值还挺高 看像这种粗糙一点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最下面 给它垫底 有时候太懒了就不想去一个一个的捏嘛 然后像这种你种的时候裂碎了就可以把它一起搅拌 裂不碎的这种实在裂不碎的你就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面 到时候就放在最下面垫底 然后你看我种的时候我会把它这个根 往四周分散着种下去 它的根会挡得更好 像这种就把它剪到一边去 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种肉了 是不是很过瘾 春天到了我们种下了一片希望了 秋天就是我们收获的时节了吗 小伙伴们 我觉得不一定是秋天 也许要等到明年春天 总之养殖多肉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其实我觉得不用急 慢慢的就是它陪伴着我们慢慢的成长 我们享受它成长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太急欲求成了 享受这个过程吧 享受这个过程更好 漂亮 这一棵的这个景好少 这是我们来种这一棵山头的 居然这棵是山头的 还没注意 这棵山头的这棵山头的这棵山头的 这个木叶先不动它吧 让它再转一把 漂亮吧小伙伴们 虽然说二十八家人没有什么状态 这种小的这种肉肉看着 就是给人的感觉欣欣向荣的 小伙伴们看 土就被我全部用完了 本来只想着营那几棵的 后来我想着配了这么多土 就干脆全部种下 因为到时候风一吹 又把它们这个土壤给吹干了 来看看我今天的劳动成果吧 又种了二十棵 今天就除了这五棵是金红仙子 这五棵是金红仙子 其他的全是二二八家人 今年秋天我能实现二二八家人自由吗 给它们浇浇水 浇完水以后就要给它们放到玻璃盆下面了 让它们慢慢的把根长出来 浇这个水主要是给它们洗一下这个脸蛋 风太大了 吹得它们那个脸上全都是那种小灰尘 又移了二十棵夜叉苗 好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